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去逛過 有沒有去看過了 然後就很好奇啊 開了新的遊戲店 好像在最近來說 雖然說是蠻多的 但是看在台中 可能我就比較少去了 所以我就想說 欸 這到底是哪一間 就是在我身後這一間 遊戲巨蛋 這一間呢 其實剛開幕沒有多久 而且這個老闆 據我剛才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 他說這一間呢 其實有一點被 戲稱為被電玩耽誤的花店 因為他現在外面擺滿的花欄 就是剛開幕 非常多人送了花欄過來這樣 那等一下呢 就趕快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間電玩店啦 然後一進來裡面看啊 這邊呢 就有存電了一些 PSBOX 跟 PS5 的遊戲 這邊其實 我覺得剛好在一個三角的位置 而且他位於三角窗的硬帶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這邊 PS的部分 PS的部分 中間其實還有藏了一個 SBOX的存電區 真的是看得是蠻感動的 因為我去一些電玩店 其實看到SBOX啦 真的是越來越少了 不過最近啊 剛好有那個 收購動視暴血的新聞 所以大家相信對於SBOX 應該會越來越有信心才對 甚至很多人在說 要搶他們家的主機 我覺得這個應該都OK啦 因為遊戲好玩對玩家來講是最重要的 那進來的另外一邊呢 就有Switch的一些遊戲跟相關周邊 其實他做櫃子 蠻好分的 因為這邊Switch的啊 就全部都是紅色的 另外一邊PS的就是藍色的部分 可是這時候我又突然覺得 怎麼沒有綠色呢 然後他這邊還有一個蠻重要的情報 也是蠻好看的情報 就是他這邊的PS5有在做一個抽獎 應該不能說抽獎 就是抽出那個購買資格的人 那當然在這邊還是要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PS5它還是要搭東西 只不過這個搭東西呢 它是可以自由選擇 那你把自由選擇的價格扣掉之後 其實這一台PS5是屬於原價在出售的 再說一次 原價出售 這個很重要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比較省錢 划算的方式 應該是揪一下你身邊 可能會玩PS5、PS5的 那會用到他的周邊的 會玩到他的遊戲的 因為這時候就在一起啊 大家一起團購 然後去買那個遊戲吧 差不多24000塊左右的空間吧 買遊戲 買周邊 然後買完之後呢 這台主機就可以帶回家了 啊當然啦 還是要一點點武器喔 因為這個必須要抽的 抽到的話呢 才會有購買資格 這邊要抽獎 它還有另外一個會員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會員的部分呢 就在這邊 它是屬於一種 終身製的會員 那一張卡片是300塊錢 沒有年費 沒有月費 它裡面有一些東西 是會有折扣的 例如說像中午商品呢 有會員可以折扣50 那如果是遊戲的話 它好像是全部都折40塊 那有些周邊呢 它是折30 就是20到40塊不等啊 另外它還有做一個 遊戲的中午回收的服務 如果說你玩了 覺得說這個遊戲破關了 毫無留戀 不想收藏 也可以來這邊 那當然有會員收購的價格 跟沒有會員收購的價格 就差 裡面 其實看起來不多欸 到底誰會是幸運額呢 然後剛開始啊 應該大家有看到那個 外面的花欄喔 真的非常多 這邊有一個花欄的 我發現這個寫花欄的字 有時候真的需要一點點藝術 或者需要一點點梗啊 這邊寫開幕人潮幾十億 我也好像這支影片點擊幾十億喔 妹妹你看這邊 這邊有PSY新的手法 我們就有看到 那你覺得哪一個顏色比較漂亮 藍色還有粉紅色還有白色 所以這個顏色你不喜歡嗎 真的嗎 太淺 這個顏色太淺了 它太淺了 這個欸 這個應該是比這個更深更深啊 那黑色的會不會好看 那有黑色 黑色的話好像上面那裡 上面那裡有 有沒有看到 有 黑色的有好看嗎 好看 還有 可以兩道的 這個你喜歡嗎 喜歡 這個你也喜歡 所以除了這個顏色 其他全部都喜歡 嗯 這個我們家有欸 呵呵呵 你有沒有用 以後你用這個好了啦 嗯 不要喔 我有粉紅色 沒有我們家沒有粉紅色 我們家有這個顏色 跟黑色還有白色 那你有什麼顏色 嗯 小朋友有時候真的就是可以玩就好了 他們根本就沒有在管手把什麼顏色 像有一堆副廠手把還有正常手把 擺在旁邊啊 他就隨便拿來隨便用 玩Switch啦 那PS的話 因為目前為主要製白色的 所以他就知道說 要拿這個白色手把來跟我玩 S-Bus你忘記講了啊 S-Bus那你喜歡嗎 好像S-Bus有Minecraft 對 S-Bus有Minecraft地下城 那是你更新的 對 然後 然後 你跟我的裝備 還有媽媽的裝備 都跑去Minecraft地下城裡 都跑去S-Bus Minecraft地下城裡面 對啊 那你有想玩嗎 都沒有在服務局裡面 那我們等一下回去玩一下好不好 好啊 再去練個功 好 剛才我在這邊看遊戲呢 真的覺得有一些遊戲啊 真的早買 早享受 晚買是想折扣 這件事情 實在是太誇張了 這個馬力歐賽車 欸 馬力歐家庭賽車 忘記他名字了 反正這款實體版的馬力歐賽車啦 在我當初搶第一批手撥的時候呢 絕對不是這個價格的 我記得沒有錯 我買了兩台 其中一台的將近六千塊 哇這個價差 可以買好多篇遊戲啊 妹妹說要拍資格啦 所以就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免費正確的 好不好 包子夢的 可能看著會興奮的那一款 所以他可以帶給大家 對 Switch的遊戲其實我剛才稍微看一下 它基本上 該有的都有 不過說真的 如果是要等新作品的啊 除了這個月的阿爾座4以外 其他的可能要等到2月 看看會不會有直面會 大量的公布一下 其實上半年度有一些 讓人家蠻期待的遊戲啦 還有一些 還沒有講發售日期的遊戲 我覺得那個量還沒有大到非常的誇張 就是會讓人家興奮到那種 很想搶主機的感覺 但是因為任天堂他會講到說 可能主機會缺貨 目前這樣看在這一間 是還沒有感覺 因為目前位置是有的 剛才看到一個蠻有趣的東西啊 跟大家調一下好了 因為其實COD我是有在玩的 是從上一次開始啦 這樣子的遊戲題材啊真的還不錯 而且我自己個人是蠻喜歡玩動作 應該說射擊遊戲 但是這射擊遊戲玩起來要能不暈 我才有辦法繼續玩下去 這一次的這個啊 我還沒有買 但是會不會它到時候會變成 Game Pass裡面的東西 它現在把動式暴血都收購進去嗎 那目前為止是說 它沒有那麼快做一個轉移 就是還要再等一陣子會正式的去交接 那到時候這款遊戲會不會直接納進去 或者是整個系列都納到Game Pass裡面去 甚至說暴血的遊戲 哇 這樣算一算 暴血遊戲 動式暴血遊戲 很多欸 全部都進去的話真的 Game Pass就超值了 講到Game Pass啊 真的不得不說 WITA真的超強 雖然說它自己的IP真的沒有多到那麼多 可是因為它把新遊戲都直接丟進來 所以等於是說你花了那個錢訂閱之後 你可能是可以直接玩新遊戲 不需要另外的額外付費去購買那個遊戲片 我們可能常見的一些訂閱制 它可能就是丟一些稍微過時 二線以下的東西給你 它就是直接把最新的遊戲丟進去 像是這一款啊 Forza Horizon 它就是直接進在Game Pass裡面 我覺得這真的是超強的 因為我玩到這款遊戲啊 就是使用Game Pass玩的 那用Game Pass玩啊 其實這裡有一大排的主機喔 有觀眾在講說他們想買X80 Series X 或者是XX簡單的分析一下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X跟X的人 只有差在這個光碟機而已 但其實不是 它不像PS PS的話是數位版跟那個光碟機的版本喔 他們的硬體一模一樣 就只差光碟機 可是啊 X80的話 它是會在硬體規格上面有一點點差距 但我個人是覺得影響不大 因為以目前為主 我在用X80 Series X來講的話呢 它的效能是非常非常之足夠的 那再來就是光碟機的部分 可能有人會跟我一樣糾結 唉 我就是想要買光碟機的版本 永遠都想要收集實體遊戲片啦 可是我跟你講 很難買 非常難買的實體遊戲片 而且你用Game Pass玩遊戲呢 根本不需要遊戲片 全部都是直接下載就可以玩的 下載下載可以玩的狀況呢 就變成你要看的是空間 目前為止啦 因為這個是512GB的 先跟大家講一下喔 這個是原價在伴售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上一下他們的網站 或者你住台中可以自己來逛逛看 那512GB的話 說實在應該是不太夠 尤其是玩Game Pass 選擇這麼多 那你每一個遊戲呢 轉換心情玩 然後慢慢破慢慢破 你可能至少也要常駐個5到10款遊戲 在你的主機裡面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如果你真的是買512GB的啦 可能就是再加一下SSD喔 因為它的遊戲 我相信 512一定會不夠的 阿這個 說實在硬體也是真的下下叫的啦 它有Brosa Horizon的彩繪貼模 然後還有限量T恤 所以這版本的話就是 專屬於愛賽車的你 有沒有 講到我自己就想扛一台回家 要是我沒有X的話 我就扛一台回家 那它這邊的主機啊 其實都很酷 因為你看它都是這樣 一繞一繞的 站滿整個到地板有沒有 喔喔喔喔 這邊 S-Bus 這邊 Switch 而且都是OLED的版本 然後後面這裡啊 PS-buy 不過好像有點空盒啦 就是展示的 但也有時機喔 這個有時機 太珍貴了 所以我不敢亂動 怕得來給人家弄到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PS-buy 那到貨的部分啊 可能就是要看他們自己的粉絲團吧 因為他們都會在上面做公佈 甚至連抽獎的 就是抽到誰 欸 購買資格 抽購買資格的 抽到誰喔 也會在上面公佈 如果是有買會員的 就是你剛好有買會員 有加入會員的 那個機率會稍微大一點 因為以目前來講 剛開幕嘛 算元老級會員啊 如果現在來抽的話 可能機會稍微大一點點 那這次其實啊 有一點點小小的意外 是因為我看到例子的時候呢 原本以為這間店面 是在台中火車站的附近 我實際上來的時候才發現到 它是在中興大學附近喔 那這塊其實算滿空的啦 因為我是開車來嘛 停車的話 我就直接停在這邊而已 非常的近 在停車或者是騎車來 我相信這裡應該都還不錯 只不過要注意的是 它這邊兩邊啊 是有擔心到 不要逆向心事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這支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如果要抽PS5的 或者要買Xbox的 我目前為止只有看到X 它馬上說25號 PS5跟Xbox都有機會再進貨 20號 如果說影片是在那之前上的話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他們的本事專頁 搜尋遊戲巨蛋 應該就可以看到 那今天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 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我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